我是覺得今天聽了這麼多 其實大家都是為了這個地方好啦 那開發也好 或是說目前來講那個商業我在想可能7月24這個標一定會標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這一塊地 那我在想郝市長已經剩半年 應該四個多月就要下來了 那有點類似所謂的cancel neck 那我們是覺得說這一塊地的爭議這麼大 那是不是說先把它擱淺著 那剛剛講的那個社福 就是那個公營住宅的這個部分 我在想既然它可以從200億變400 那你是不是整體開發 把我們旁邊的全部變成400 大家一起來重建 中間這一塊還是一個綠地跟一個社福用地 我想整個社區大家都會看到未來的龍景 百姓也不會也不會反對啊 因為大家都有更新 這邊都是已經40幾年的房子 到底我們要不要更新 我們自己都問題都很大 就是說現在房子也會漏水啊 對不對 那更新完以後 明天他跟我講說要多更 那我怎麼辦 所以 其實大家都一直很希望說這個地方可以 可以更新啊 那只是說 市政府他也沒有動作 那我們一直在那邊等 房子到底要不要整修 這都是問題 那整修下去又是好幾百萬 我想任何的容積的這個部分的調整 發展局以及市都委會都會考慮到公益性的存在 那剛剛講的這個都市更新的部分 那除了都市更新的條例可以走 有各種容積獎勵可以取得之外 市政府這邊還有老舊公益的推動專案 他是可以將容積率調整到現有容積率的兩倍 兩倍 這個部分我想這個部分更新處 只要你們這邊有10個人到15個人左右 希望來聽這個老公專案 他那邊都有做這樣的服務 可以到你所指定的地點來做這樣的說明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做個簡單的說 如果你們有需要我來辦也可以啦 你們可以到225 你們可以到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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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是大道理理長 那然後在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說因為剛剛也 剛剛實在聽了蠻多的 那我只想有一件事情 好 那就第一件事情 我先指責那一位都發局的專員 因為你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再說退縮郎貸部分的時候 基本上 是 不函計畫道路的寬度 OK 因為你不要以為說 退30米大家都是難處的 這幾乎是一個很卑微很卑微的需求而已 不要以為說 不要以為說 給我們30米已經是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恩惠 不是的 好不好 第一個 我糾正你 因為你剛剛一開始 跟各位報告 狼貸部分是 包含道路範圍 我剛剛聽得很清楚 OK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倒是要請市政府稍微考量一下 我們就量體 跟環評的部分 台北市政府怎麼一個說法 很單純嘛 你要跟我談環評是吧 好 我就三塊跟你一起談 對不起 量體那個也就是說 當我要談環評的時候 我就三塊分開談 是嗎 所以不用環評嘛 來 但談到量體的時候呢 來 我們大家一起談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商業區出去的話 會四四二 法規上告訴我們 那一塊地應該是四百 為什麼會到四四二 容器從哪裡來 從公園沒有蓋完的嘛 從社福這邊沒有蓋完的嘛 所以說有的時候 真的還真的不太想罵 還不是 還真的不是很喜歡罵你們台北市政府 是不是 很奇怪嘛 一些解釋權都在你們身上嘛 你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嘛 是不是 OK 那 那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說 比較關鍵的一件事情 就是 剛剛我們李明也曾經有提過說 目前道路開發了 不知道為什麼要開發 OK好 那我們就說 我先有再來規劃 或許可以接受 那我想這樣吵了 既然 呃 李明曾經有提過說 到 中央核存以後 才能夠 呃 應該說整個 整個系譜計畫 或是說 通過以後才能夠執行 任何的一個工程方案 好 既然 在這情況之下 剛剛 剛剛長官也有提到說 因為計畫 因為道路部分的話 是 是屬於不牽扯到裡面 量體的部分 所以可以先行開發 那一件事情了 漏洞部分的話 可不可以先動 這個案子 基本上還不知道 要延宕多久 那漏洞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可以 先行做一個拆除 做 附近居民 不管 也就是說 先拆了以後 我們再來決定他的用途 到底是 我是要 做休息公園呢 或者是做停車場呢 好 先拆了以後再說 拆著你有沒有辦法拆 好不好 先 我們不要談 以後什麼事情 我們先談這件事情好了 能不能拆 好來 假設說你告訴我不能拆 不能拆的原因有什麼 我大概可以預測到 來 對不起 既然已經回回到社會局去了 目前只有唯一一個理由 使用期限會到 那我不知道除了這個理由以外 還有什麼理由不能拆 是不能拆 因為目前管理權 所有權的部分 全部已經回歸社會局了 為什麼不能拆 好以上 有關福德平宅原來六棟部分 那社會局目前沒有要進行拆除的部分 是因為 一方面是使用的年限 那一方面是因為他現在其實還有讓警察局做那個攻堅的練習的使用 我也知道說民眾特別希望他能夠做拆除 長官在那邊問他們幾次 攻堅了幾次 長官在那邊 那個是不是叫長官 我這樣講好了 如果說民眾真的有需要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拆掉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子把對塊地還給民眾 我個人看法是這樣子 所以沒關係 李長 我們回頭我們去查看他攻堅幾次 好不好 如果攻堅很少次的話 那我們就不如把它拆了 我們來看看 但是第一個要使用連線到 使用連線不掉 使用連線到了你就沒辦法 還有沒有哪一位 因為今天外面可能快要有風雨了 所以我們可能要快一點